爹 说孩儿不孝 至今未能替你报仇 反而落得自身难保 爹 孩儿希望 您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孩儿 早日为您报仇雪恨 我会讲过多少次了 您在闭关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能进来打扰 您怎么就不长激情呢 孩儿知错了 请爹恕罪 爹 既然孩儿来了 就让孩儿陪您一会儿 爹 这是我第一次进您的练功房 怎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啊 这些兵器跟秘籍 都是爹的收藏啊 爹 您收藏这个有什么用啊 爹身为武林盟主 能够在江湖上立于不败之地 可不仅仅是靠一身的绝世武功 当然还要无休止地 对武学进行刻苦钻研才行 爹 您已经是武林盟主 为了天下第一了 还用这么用功啊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 你得充分了解对手武功的特点 参透他们的破绽 才能以巧致胜 以致降敌 这样就能彻底欺败对手 让对手服气 这些秘籍不见得有多厉害 但是知己知彼这一点 够你受用一声 巧儿 血还无涯 白齿干头 你必须耕耘不错 你只要稍一停下步来 就很容易被他人超越 不过 爹觉得 现在也是该退下来的时候了 爹 你怎么忽然说起这个 发生什么事了 高出不胜寒呢 爹觉得 你真的累了 等爹这次修炼出关之后 就打算把武林盟主这个位置 交给更有智慧贤德的人 然后陪你娘和你好好共享天伦 你好 爹 孩儿很想你 爹 孩儿现在懂了 你是想 弥补平日对孩儿和娘的疏忽吗 您的眼力其实是 担心孩儿长大以后 不能成为您心中期望的样子 是吗 爹 您放心 孩儿再次向您保证 一定会加倍努力成为您的骄傲 做一名助强腐弱 仗义的侠师 为国为民 败者不劳 您就不要再担心了 熊儿啊 你真的长大了 好 爹听到你讲这番话 你做了一辈子的武林盟主 什么大侠 都高兴啊 有你这样的儿子 不负何求啊 爹 孩儿这辈子 能做您的儿子师储三成有幸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孩儿还未能成为您理想中的那个筑强腐弱 有所担当的武林高手 你就不在了 希望您在天有灵 能保佑孩儿 孩儿真的很想你 想听您说说话 听从小才的室主 阿弥陀佛 这就是本色为三位施主准备的斋饭 就请三位施主慢慢享用吧 贫僧就不打扰了 多谢二位大师 多谢二位大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二位大师待我们可真好 竟然给咱们做了这样一桌子佳肴 想必他们平时吃的都没这么好 是啊是啊 二位先吃着 我去盛饭 轻轻紫荆悠悠我心 纵我不枉 紫宁不似阴 别念了 快丢人的 怎么会呢 姑娘这帕子上绣的图案 当真是极好看的 请问姑娘 这兰花是你亲手所绣 嗯 是我亲手绣的 看来还是记忆不惊 让公子见笑了 姑娘过签了 请问姑娘 你为何在此捐帕上绣了这句诗文 哦 是这样的 有一次呢 我看到一首诗 偶感字里行间的相思之意 是如此的绵延不绝 惹人心动 那么有意境 于是我就随手在这帕子上 把它绣出来了 哦 原来如此 不过姑娘只绣了一半 另外一半是这样写的 啊 真是个书呆子 这么多废话 青青子配 悠悠我思 纵我不瓦 子宁不来 挑膝答膝 再成雀膝 一日不见 如三月夕 一日不见 如三月夕 这句子写得太有意境了 请问 这首诗有来历吗 哦 这是春秋时期 郑国人所喜爱的一首名歌 具体的作者嘛 已无可考证了 若不是孔老夫子 将三千古诗 去无取经 编成诗经三百首 恐怕 这绝美的巨子 早已失传了 哇 公子 你真是博学多才 小女子今天 真是祸益匪浅 嗯 敢问公子 遵姓大名 哦 小生安妓 是个书生 请问 姑娘的方名是 我姓张 明金凤 那这位姑娘是 哦 我来给你介绍 这位是十三妹 是我的 哦 好 好朋友 哎 十三妹啊 你为什么 要带着桃莉吃饭 你们觉得 这样实在不方便吗 这样 我已经习惯了 哦 金凤姑娘 呃 其实 在这部诗经里面 还有很多 意境特别优美的诗呢 嗯 比如 陈锋 啊 陈锋我听说过 比如陈锋的月初片 啊 好 他也是描写 青年男女之间的 相思之情 哦 我知道 有句 想不到这安妓 平时看起来呆头呆脑的 居然这么会讨女孩子欢心 讨厌 哎呀 慢点啊 嘿嘿嘿 轻点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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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急什么 我也是 是的 哎呀 哎呀 没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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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是宋生秋 尖家苍苍白鹿为霜 所谓依人在水一方 你们 师兄 看来咱们在这菜里下的苗起作用了 这个弹头里的给你 他可比那个小娘们漂亮多了 这漂亮是漂亮 怎么我觉得看着这么眼神呢 你管那个干嘛 这春宵一刻值千金 先干正事 这么晚了怎么会有人敲门 你赶紧看看去 我帮你把它弄屋里 好好好我先去看看 怎么又来了一个大美人啊 阿弥陀佛 姑娘 这么晚了到本寺来有何贵干 大师慈悲 不知小女子能否在此借宿一宿 阿弥陀佛 姑娘请随我来吧 谢大师 师主 请 不知师主是否用过晚膳了 要不平僧 这就为你准备一些斋菜如何 怎敢劳烦大师 小女子之前已经用过了 用过就好 用过就好 那师主今晚就在此休息 您看如何呀 想不到这荒山野里 竟有如此倾倾所在 果然是佛门圣地 对了 女师主 想必你一路辛苦劳累 贫僧为您倒杯茶 解解渴吧 谢谢大师 那 姑娘若是有什么需求 缺什么了就吩咐贫僧一声 贫僧先不打扰了 这就告辞了 大师有劳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呀 六号 》 好 好 好 你 好 我好 好 是谁啊 说出来就怕你不信 又有一个小美人到咱们寺里来投诉 那模样可漂亮了 丝毫不比这两位逊色 真的 那他人呢 倒了 那还用说啊 估计现在已经倒在床上了 就等咱哥俩去料理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说咱哥俩交的是什么运哪 这好事是接二连三哪 反正啊 这妞是不嫌多啊 不过 这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 咱们先把那两个给料理了 不然一会醒过来可就麻烦了 好 我已经把你那个送到你房里去了 好好享受吧 各位好兄弟 那你也在这里好好享受吧 那我先去了啊 去去去去去 小美人 好你个臭和尚 竟敢下药材害梁家姑娘 看我怎么收拾你 好你个臭娘们儿竟然没有迷婚你 改的正好 佛爷爷正好把你也一并收拾了 来 发生什么事了 姑娘 你醒了 这里是一间黑庙 那恶僧给你下米药 想倾薄于你 不过我已经给你用过解药了 你已经没事了 糟了 金凤姑娘 谁 你 走开 走开 你 站住 站住 金凤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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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金凤姑娘 别打了 姑奶奶 饶命啊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还有下次 你 这回事 这回事 姑娘 快拿解药来 哦 对 小心 先救人 先救人 金凤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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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别哭了 金凤姑娘 你们这两个道不黯然的臭和尚 枉你们一个称圣一个称贤 竟敢在佛门圣地干出这种下三落的勾当 你们 你们心中还有佛祖 还有三宝吗 好 那我今天就替天行道 淹了你们 金凤姑娘 你别害怕 你别哭了 我刚才只是想吓着他们 我不是真的要淹了他们 你别哭了 金凤姑娘 金凤姑娘 你没事吧 她一直在哭 我没事 你们那有什么发现 我们刚才在外面搜了个遍 没有其他人 看来 这里就只有这两个和尚 别哭 我刚刚在他们的屋子里搜到了很多珠宝 也不知道他们干了多少坏事 害了多少人 真是可恶 你们这两个吟僧 今天算是撞上了 你们知道她是什么 她就是 当下赫赫有名的女英雄 十三妹 刚才若不是这位姑娘救了我们 恐怕连我已 对了 还没有对你说声谢谢 这没什么 你也救了我一命 大家扯平了 这次 真的谢谢两位姑娘救了我 还好有你们两个 不然我恐怕被他们 我也要谢谢二位恩人 我已经欠了十三妹好几条命了 这回又多了一个债主 花姑娘 看来这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大家相识一场 就别这么客气了 就是啊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大家就算交个朋友吧 这两个银僧怎么处置 明日一早 就把他们送去衙门 花姑娘 你一个女儿家 为什么这么晚 跑到这里来借宿 如果不方便坐搭 就当我没问过 我想找一个朋友 找个朋友 他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他往南边走了 所以 我要往南边找 你不知道他的落脚处 恕我直言 你这就好比海底捞针 要找到那个人可不简单 我知道 但是我相信 我一定会再遇到他的 只要我继续找下去 我总会有机会碰到他的 那你呢 你要去哪儿 跟你一样 找朋友 怎么了 我觉得 你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怎么会呢 我们才刚结识不久 你肯定是记错了 我想起来了 你长得很像朝廷通缉的何于凤 你 你真是啊 你不要误会 我没有敌意的 我们刚刚患难与共 我不会把你共出来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现在朝廷里都是贪官啊 当下百姓疾苦 万民生厌 我凭什么帮他们抓你啊 你不相信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看你武功这么高强 又是侠女 肯定能多做善事 与其帮朝廷抓你 还不如 让你继续造福百姓呢 你笑什么 我说错了吗 你没有说错 反而是我多心了 既然你知道我的真名 那以后 没有外人的时候 你就叫我御风吧 好 那你也别叫我花姑娘了 叫我弄影就好了 来 来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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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早是怎么了 看什么情况是什么 别看了别看了 出去出去 出去 别看了 出去出去出去 别看了 我看了 你听见了吗 别围在这儿了 快出去 快出去 有什么好看的 别怕 有我和长西子 没人敢伤害你们 别怕 发生什么事了 慢慢瞅 昨日夜里 我正在服侍圣大爷的时候 突然有个黑衣人 忽然就出现在房间里了 然后就听见嗖的一声 圣大爷的头 就被砍了下来 我当时就吓得晕了过去 哪知道 今早一醒过来 又被他吓得烦死 你有没有看清楚 黑衣人长什么样 他身手太快 还蒙着脸 不过 我听是哪爷叫他 宋 宋生秋 这 这可怎么办 你们 连真是晦气 神说不是 怎么刚到我了 你放不住 真是 好 见过苍松校尉 下官有失远迎 还望大人恕罪 王大人公事繁忙 咱们就不拘泥于这种小节了 王大人很清楚 本校尉这次来的目的吧 大人 下官已经传令下去 要求他们所有人 务必提高警觉 大人要是还有什么吩咐 请尽管示下 好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少主 圣八昨晚死在牡丹楼 据说是宋生秋下的手 你确定是宋生秋 是 服侍圣八的妓女亲耳听见 圣八临死之前 管那个黑衣人叫宋生秋 那宋生秋人呢 我们早上才发现 圣八死在了屋内 宋生秋 不见宗勇 混账同心 圣八死了 你们两个在牡丹楼待了一夜 竟然没有发现异常 我要你们两个还有什么用啊 少主息怒 这宋生秋来无影去无踪 我们两个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还请少主降罪 罢了 以后你们两个多用点心 谢谢少主 好 苍小尉 我们是不是该去趟牡丹楼 看看有什么遗漏下的线索 汪大人 麻烦你再加派人手 到牡丹楼仔细搜查 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下官遵命 启禀大人 外面有缘抓来两个和尚 说是来投案 你带两个和尚来投案 这怎么回事啊 回禀大人 这两名恶僧盘踞能人寺 以礼佛为掩护 每每遇到来借宿的过客 就用迷药将其迷晕 劫才劫色简直目无王法 请大人明察 请务必将他们依法处置 大胆刁民 胆敢冒充僧人 欺压百姓 还不将你们的罪行 从事招来 说 少主 你看 那个女孩 不是和宋生纠在一起的吗 先别打草青蛇 免得让她跑了 去外面说 是 来 喝点水 好 那么远的路 是吧 你我看 老板 来三个包子 好 马上来 苍小伯 花弄影跟宋生秋 既然是一伙的 只要火中花弄影子 先送她肯定会来救她 好 我们来个分头包抄 千万别让她跑了 好 那我跟韩副网友 你们抄左边过去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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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的 谢谢 这儿 你 这儿 这儿 这个 败类 太伤我的心了 你看你看 造了多少个命 这个博堂的人 不愿意干坏事 你遭报应吧 这事就没有一个能起的 这事就没有 爸爸有罚手啊 罚手 在哪儿呢 是罚手 罚手 在里面的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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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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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找到了吗 没有 走 苍小尉 咱们并分两步 你们往前 我们往右 就不信找不到他 走 追 让开 让开 站住 站住 快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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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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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回去 站 站啊 带他回去 是 去看看 胖子哥 没事吧 没事 怎么回事 差一点就抓住她了 她被一个蒙面的女子给救走了 追 你们那边也没有发现她们 没有 我就不信 这样也能让她们跑了 我们走 她们走了 谢谢你来救我 谢什么你也救过我呀 奇怪 都督府的人为什么要抓你呢 难道说你也被通缉了 他们要抓我的朋友 想拿我作诱啊 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朋友 她是你的心上人 被我说中了 其实我和你一样 你也是要找心上人吗 说来也奇怪 以前呢 我们每天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喜欢吵闹半嘴 现在见不到了 却总想着能天天见到她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傻 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总长官没有目标得活着吧 说得也对 对了 我们这么有缘分 不如就一劫金兰吧 其实 有没有这些仪式都没有关系 我自愧把你当成好姐妹啊 何必多这些俗礼呢 不是吗 说得也对 那你应该比我小吧 我属兔 我属牛 稍长你两岁 好妹妹 好姐姐 好了 我们该去找安妓她们了 我要去南方找人 你们要去北方 不顺路 这么说来 我们要在这里分道扬镳了 玉凤姐 我相信咱们这么有缘 一定会再见面的 也对 那你一路上要多保住 希望我们都可以早日找到我们的新少人 一定会的 那后会有期了 大人 是跟圣大爷一块来的那两位爷 把他的尸体给带走的 至于其他的 民夫确实一无所知啊 谅你 也不敢跟本官说假话 是啊 是啊 少主 少主 窗子外边有撬过的痕迹 他应该是从窗外进来的 知道了 我问你 把圣华师弟带走的人 往哪边去了 这 听下面的姑娘说 应该是往南边去了吧 小二 结账 好嘞 客官 您几位啊 一位 好 您请坐 客官 您要吃点什么 一个包子 一碗白水 客官 咱们这儿的青菜很新鲜 要不您来点 不用了 谢谢 好嘞 马上弄 包子好了吗 好了 好了 来 给客官打个包子 好嘞 客官您手掌马上就来 包子来了您呐 您慢用 客官您喂点什么 白壶酒 好嘞 小二 来来来 官爷 来 官爷喝茶 不必了 我们是来办公事的 见没见过这个人 见过这个人没有 想好了再说 见没见过 走 那边看看 你们行啊 找回来我看看 你们行啊 这个人有问题 站住 站住 他就是那个杀人魔王 是他 是他 肯定是他 跟那个画像 长得一模一样 诶 客官吃点什么 他可是杀人不眨眼 我 进去没在这儿打人 你们这里 出什么事了 刚才有两个官差 来抓杀人魔王 听说杀了好几个人哪 刚才跑掉的那个年轻人 和画像里的人 长得一模一样啊 那你现在 还记不记得 他们抓的人叫什么 我也没仔细看 好像叫 叫宋生秋来着 宋生秋 走 去看看 喝水 喝水 谢谢 我还以为 他们灭了狂道门之后 就能罢手了呢 想不到竟然杀到我们 这里来了 吓死我了 你没听老李说吗 那个杀人魔王 已经往南边去了 那些官府衙衣也都追过去了 都走没眼了 你还怕什么 安静 金凤姑娘 往后的路途 恐怕我不能再与你们同行了 此话怎讲 这一事也说不清楚 你们要多保重 后会有期了 十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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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啊 你等等啊 十三妹 十三妹 她 她怎么说走就走啊 不知道啊 会不会是 咱们俩哪里得罪她了 不会啊 不是说好了 要一起往北走的吗 对啊 这 放心 以后我来保护你 站住 糟了 走 我来 反过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唆 没听见叫你吗 还跑 你看 这不正是咱要找到宋承秋吗 还真是他 我让他带回去咱来肯定升官 走 再到回衙门 走 走不走 再不走就砍贴你们的脑袋 走 走 好 小二 小二 能不能给我一杯白水 好嘞 马上来 好嘞 马上来 谢谢 姑娘 请 你们两个要去哪里啊 我们得速去禀报县太爷 让他多派人手抓住祖成秋 对 再晚只怕那小子就跑了 连无极门那小子一块抓起来 那好 我们一起去吧 走走啊 多谢两位救命之恩 宋成秋 狂刀门门主里的刀 八仙堂 堂主圣八 他们俩和你无冤无冤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你们误会了 他们并不是我杀的 是有人存心 我听说 这小子吸收了盟主的功力之后 精神有点异裳 我看咱们还是先下手为强 住手 你们想对宋大哥做什么 我听说 世锦竟然有这么美的姑娘 和她一笔牡丹香蓝 不过只是一群勇之俗粉 这位姑娘 你身后的宋生秋 身系狂刀门和八仙堂的数十条人命 请姑娘万万要自重 我们只想找她问几句话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请姑娘切莫阻拦 否则 我们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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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莽恕罪 在下失礼了 穷蓉在下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是无极门门主长西 在我身边这位是玉秀公公主元振 宋生秋昨晚 看下了八仙堂堂主圣八的手心 手段凶狠 十分残忍 我不明白这位姑娘 为什么会如此耽误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